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香港時間的今天凌晨時分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發表了一份官方聲明 同時之間亦都發佈了香港關係法 就是有稱香港政策法 那個年度報告的摘要 蓬佩奧就說明香港已經失去了自治地位 因此不能保證香港可以繼續享有九七之前的特殊待遇 我們首先看看國務院的聲明是怎樣說的 第一段其實是說明了 美國重新評估香港自治地位的導火線就是國安法 裏面說到全國人大在上星期宣布 打算單方面和任意對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 北京的災難性決定只是一系列行動當中的最新行動 這些行動從根本上破壞了香港的自治和自由 以及中國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對香港人民的承諾 第二段就是交代了評估結果 蓬佩奧就說 在仔細研究了事態發展之後 他今天向國會證明香港不再繼續按照美國法律保證 以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前適用美國法律的方式對待香港 換言之即是失去了特殊待遇的地位 今天沒有任何一個理性的人可以斷言 隔於實際情況香港仍然擁有高度自治權 即是失去了高度自治 第三段就是解釋了作出這個決定的原因 蓬佩奧就說 香港以及其富有活力進取和享有自由的市民 在這幾十年以來一直在自由的堡壘之下繁衍 今次的決定並沒有令他感到特別高興 但制定良好的決策是需要認清事實的 儘管美國一度希望自由和繁榮的香港 可以成為專制中國的典範 但現在已經清楚地說明得到 中國硬是要將自己的典範放在香港身上 最後一句就是美國和香港人民暫在一起 當然這份聲明的措辭非常強硬 至於蓬佩奧抵交給美國國會的香港年度報告 究竟有什麼重點呢? 我們現在很快地去看一次 第一段是這麼說 說隔於實際情況取消資格認證不足為期 當英國在1997年將香港移交給北京政權時 當時人人都希望自由和繁榮的香港 可以改變得到中國 但相反地現在專制中國正在改變香港 接著另一段是這麼說的 說香港有數以百萬計的民眾 抗議侵犯人權和基本自由的行為 更不好說的是中國背叛了自己對香港的承諾 香港政府又沒有聽取香港人民的不滿 以及尋求民主的解決方案 相反就是部署了催淚彈 並且大規模地逮捕了包括和平示威者在內的人 而根據報導 北京派出了武警進入香港 這是違反了《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 香港繁榮了幾十年 是自由的堡壘 蓬佩奧說 希望將來有朝一日能夠再次認證得到 香港是需要根據美國法律進行區別對待 但在目前的情況下 發生這種情況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換言之 蓬佩奧已經做了他的部分 即是國務卿負責認證到底香港是否繼續擁有自治的地位 現在他已經作出一個評估 就是香港失去了自治 下一步就是由美國總統特朗普去決定 到底要採取什麼措施 來回應國務院的評估 比如說 部分凍結或是全部凍結 對於香港的經濟優惠等等 這是必然會發生的 因為國務院已經作出了他這個年度的評估 當然大家也可以感受到 美國在近這一個月以來 基本上加速了對中國的攤牌 以前就香港的問題 只不過是留於一個所謂打嘴炮的階段 只是在外交辭令的階段 但現在這一波顯然就是禮真的 香港就變成了中美兩個大國博弈的場所 簡直是處於風眼的中心位置 現在美國採取一種反客為主的策略 就搶先在你中國全國人大會議 將國安法的條文細節出台之前 就已經宣布香港失去自治地位 現在中國就面臨一種騎虎難下的狀態 在昨天人民政協閉幕 在閉幕之前他們就表決了一件事 就是支持建立港版國安法 本應來到今天的時候 就輪到全國人大要表決這條港版國安法 現在美國搶先在你表決之前 就作出了表態 到底這條國安法是過的還是不過的呢 當然過的機會都是九成九的 因為中國就是要面子的 沒有理由已經遞交到議程 突然間就縮沙突然間就收回 豈不是有肉國體 所以無論如何都會過 當港版國安法通過了 而美國亦宣布香港失去自治地位之後 到底香港的命運會是怎樣呢 首當其衝的一定會是金融業 甚至乎有些分析說 金融業分分鐘會走到盡頭 為什麼呢 目前香港有1300多間美資企業 在香港成立總部 最新昨天宣布將會成立的那間就是Uber 那間很厲害 在這個大時代當中 仍然是無畏無懼要在香港成立亞太區的總部 真是恭喜他 至於另外那1300多間的美國企業 他們就各有盤算 當香港失去了這個特殊待遇的地位之後 美國就會將香港視為一個普通的中國沿海城市 雖然香港是繼續奉行資金自由流通 但是美國就可能會將香港的資本當成是中國的資本 到其時再將這些錢調回美國的時候 就很可能會受到阻撓 或者是受到一連串的審查 而美國的白宮顧問亦都說明了 當這1300多間在港美資企業 他們願意回流美國的話 美國政府願意承擔搬遷費用 以及向這些美資企業提供稅務優惠 同時之間亦有消息傳出了 說美國政府正在考慮 對某一些設立在香港的中資銀行 或者金融機構進行制裁 在這麼多不明朗因素底下 到底這些美資企業的去向是如何 就非常關鍵 不要說1300多間全部走光 就算走一半走三成 對於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 都會帶來非常嚴重的衝擊 我看到有些評論人說 香港這個聯繫制度是需要美國批准的 但我搜查不到相關的文件 因為香港政策法或者叫香港關係法 就在1992年的時候才通過 但聯繫制度早在1983年的時候已經出現了 到底是不是聯繫制度需要美國批准呢 我目前還未找到一些文獻記載這件事 當是存疑 而根據一般的理解 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 是依靠香港金管局的外匯儲備來操作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去年有一班市民提倡要攬炒 他們攬炒的方法是怎樣呢 就是在市場上拋售港幣 扣入美元 就想將資產全部變成美元化 甚至乎在海外設立一些離岸戶口 但單靠民間的力量 基本上是不可能衝擊到聯繫匯率制度 因為香港的外匯儲備實在太多了 去到今年初的時候 有4,600多億美元 是香港流通貨幣的七倍多 所以就算香港的資產 民間的力量全部轉為百分之百 轉為美元 外匯儲備都是夠頂的 但是當這些美資企業 他們宣布要撤出香港的時候 到底這個錢夠不夠頂呢 當全部人都要在市場上拋售港幣的時候 這樣就很難說了 所以有機會對於聯繫匯率制度帶來衝擊 如果那1,300家在港的美資企業 是大規模地同一時間撤出的話 當然我也不會說那些陰謀論 有些人又說香港的外匯儲備 他早就被大陸拿了 如果是被大陸拿了的話 美國是一定知情的 他做時採取一些手段來去 制裁香港就容易很多 不用像現在這樣投鼠忌器 所以這些陰謀論 我認為判斷得到是沒有養份的 今天沒有根沒有據 那4,600多億美元 仍然在香港 只不過看看他夠不夠頂 第二件事就是中國目前騎虎難下 美國就把波交給中國 因為其實維持香港高度自治的地位 就是中國的責任 這是《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承諾 現在美國就說判斷得到 香港失去了自治地位 如果香港要重新獲得特殊待遇的地位 就取決於中國會否給予香港真正的高度自治和民主 所以美國這一招就是反客為主 至於中國失去了香港的融資窗口 對他自己也沒有益處 因為美國現在已經在搞一個 美國公司的問責法 就是說中國的上市公司 在美國上市的 分分鐘有退市的風險 因為這條法案 擺明是衝著中國的上市公司而來 肯定就會抽稱你 就會作出嚴厲的審查 又說你這條違規 所以對中國來說 如果再失去香港的融資窗口 就是沒有人走 第三件事就是 特區政府那群跳樑小丑 恐怕也會被制期 因為行政長官和那群問責官員 名義上仍然是香港的領導層 到底這群人有沒有 為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民主來捍衛 來爭取呢 如果是沒有的 純粹是跟著北京的指揮棒來起舞 在外國的眼中 為你這群人根本就是出賣香港利益 當然到期時要制裁的話 這群人肯定是走不掉 另外特區政府 漏夜發表了一篇聲明去回應 但這篇聲明進顯得到 特區政府那群高官容官的 傲慢和無知 聲明最後一句就說 美國若單方面改變對港政策的話 將會損害雙方關係和美國自身利益 不用你說嗎 美國能夠作出這個評估 他當然經過深思熟慮 當然通過很多沙盤推演之後才作出 你不用擔心美國 你固定自己更好 分分鐘這群废官容官 可能會被制裁也不知道 但香港肯定在經濟上要經歷一段時間的陣痛 這段時間沒有運行 尤其是當香港被視作為中國一個沿海城市的時候 紐約時報已經說了 到底加株在中國方面的關稅 會不會放在香港那裡呢 如果是會的話 貿易相關的行業又會受到影響 那你那些轉口基本上就完結了 用不著經過你香港轉口去美國 如果你沒有關稅優惠的話 那直接由大陸出口去美國更好 還省了一程的運輸費 那你香港轉口港的地位 就只能夠對美國以外的其他地區有作用 問題就是 現在美國出手而已 不代表其他國家繞合雙手 如果其他國家跟隨美國的決定的話 那你基本上這個轉口港的地位 也是走到盡頭的 好了 貿易相關行業又受到影響 金融相關行業又受到影響 好了 現在這個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還是在發展當中 旅遊業相關行業又沒有運行 那麼香港的經濟 很可能就是會在一段時間之內 陷入衰退的困境 那你到底特區政府是準備好了沒有呢 這個攬炒之局已經不能逆轉了 中國和美國走到這一步 只不過是看看局勢如何發展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